和前妻大S兩人隔空交火 王曉飛這陣子情緒性發炎 炮火連連 但最新貼文四號凌晨 卻突然喊羞戰 發文喊話大S 劈頭就稱親愛的 強調你開心就好 真的想結束這一切了 要雙方別私了 讓全華人看小話 但不久後卻秒山貼文 也讓外界物理看花 其實先前就有網友 在大SIG底下留言 開酸汪曉飛 你婚內出軌 還得性病 人家花你一百多萬 是報復性消費剛好而已 大S也罕見回應網友 兩個字你懂 還加上 比讚的表情符號 似乎默認網友推測 另外中國網友也看不下去 紛紛幫腔 直指汪曉飛 先前付的房貸流程 似乎已經觸法 指出汪曉飛 在國內賣化 匯款兩億多元 到臺灣 又從公司資金 支付個人房貸 不但涉嫌非法換匯 也涉嫌逃稅 是透過賣化 然後將他轉到臺灣來 如果這些錢呢 本身是透過非法的管道 那其實已經涉及到了 我們的洗錢防治法 可能也有違反洗錢防治法的問題 汪曉飛違法疑慮 還不只這一樁 先前公開與大S的離婚協議書 每張大S的個人帳號 以及住家地址 私人訊息隱藏 律師就表示 這樣已經觸犯個資法 另外曝光離婚協議 也侵害隱私權 這回王曉飛喊話 暫時收兵之際 恐怕先面臨重重法律問題 三新聞 孟國華 下方民台北採訪報導